嗨,欢迎来到大波奇,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,请关心subscribe订阅吧,并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,最后,请给一个like,谢谢,您的支持是大波奇的动力源泉。 在刚开学,不久的这个周末中,千禧离开北京前往三亚,观看了一场电动汽车的比赛,在观看比赛之余,千禧也接受了采访,采访中千禧就说到了,在观看赛车时,她感觉到特别酷,感觉到赛车特别酷,千禧也在现场体验了一把赛车,坐上赛车的她脸上透露出心思。 而在之后千禧还更新动态说道,这是一种特别的体验,千禧很喜欢车。 而在采访中,她也透露了在不久之前,自己拿到了驾照,这无疑是令她非常兴奋的事情了。 在之前千禧的很多采访中,问及到她在18岁这一年最想做的事情时,千禧表示希望自己能够拿到驾照, 而在千禧成年之后,也有人遇到千禧正在练车。 看来千禧想拿驾照的心是很迫不及待的。 现在千禧才成年不到半年的时间,她自己想考驾照就已经付出了行动,并且现在已经拿到了驾照, 这种行动力真的很令人佩服。 对于很多人来说,考驾照并不是一件意识, 辗转很多日子都无法顺利地拿到驾照,拿驾照的时间确实是很短的, 平常活动那么多,想想就知道没有多少时间练车, 那这么快能够拿到驾照也蛮让人惊讶的。 在采访中,千禧就谈到了自己练车的一些事情, 她认为练车的过程科目二中的侧风停车最难。 来说起教练千禧则是说到自己练车时找了一个比较温柔的教练, 因此并没有被教练凶过。 看到千禧谈及对于教练的印象, 很多人都怪和千禧不同的吧。 一般来说练车的过程多少都会被教练凶过, 一些女孩子甚至还被教练凶哭过。 那练车的教练也很经常被学院说是魔鬼了, 但想不到千禧的教练竟然如此温柔。 都没有凶过千禧,想来也是很一般的教练不同。 不过就千禧这么一个男孩子来说, 谁又舍得凶他呢? 不说千禧很帅,帅可能对于教练没什么用。 更大的可能是千禧的学习能力很强吧? 从平时千禧的学习情况来看, 她学东西总是很快的。 更何况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还会开车, 私底下也是会教千禧的, 所以真的在车场练车的时候。 千禧学起来应该也不会有太大的压力, 教练也就没有理由可以凶她了。 千禧领到了驾照, 真的很为她当心, 顺利完成了她自己18岁的目标。 接下来千禧应该还有其他想做的事情吧? 那也是希望接下来的千禧能够顺利的做她想做的事情。 一直都享受于实现目标的过程。 谢谢您的欣赏, 如果您喜欢请订阅吧, 不要忘记单击小铃铛, 这样您会及时收到大波及的更新。 谢谢。